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很荣幸我们66术与会也跟阿里巴巴旗下的商学院达成战略合作 我们一起来做66术与会 一起来做阿里管理课程的项目 那么同时呢 一发老师也很荣幸也成为了阿里巴巴的讲师 就是当我走进阿里巴巴之后 我发现阿里能够成功真的是有原因的 他的管理思想体系实在是太完善了 我觉得值得我们也跟他学习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本销售铁军 如果你的公司是需要建立销售团队 如果你希望学会管理 那么销售铁军一定是你学习管理入门思想的一个 最基础最基础的读的这本书 那么OK了 那为什么要学习这本书呢 你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站在两个角度学习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学习阿里巴巴是如何打造出他的销售铁军的 第二个就是 我们通过背后看 他打造销售的铁军 那他们用了哪些管理的思想和体系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阿里铁军对于阿里巴巴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今天之所以阿里能够成功 完全是来源于这个销售铁军 就是你们知道 在阿里巴巴刚做淘宝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了 做互联网要烧大量的资金 对吧 但是当遇到互联网冬天的时候 没有资本给他们烧钱的时候 阿里巴巴要想养活淘宝的时候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他们就打造了一支销售铁军 靠这支中共铁军来开疆扩土 开始找各个工厂的老板 说你们可以把产品放在我们的网上去卖 通过这一支强大的销售团队 产生了利润 然后用这个利润才养活了淘宝 当淘宝做好了之后呢 用淘宝的钱养活了支付宝 然后用支付宝做起来之后 用支付宝的钱又养活了阿里云 然后又菜鸟物流 然后又到今天所有所有阿里巴巴的壮大 所以这么说吧 没有中共铁军 就没有今天的阿里巴巴 那么中共铁军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我跟你这么说吧 现在在职的很多阿里巴巴的高管 几乎都是来源于中共铁军这支团队 比如说支付宝的总负责人彭磊 就是来源于阿里的中共铁军 再比如说 这个投门红 现在是菜鸟的这个总负责人 对吧 他以前是阿里铁军做前台的 一边做前台一边做销售 对吧 还有很多这个目前阿里旗下的这些 无论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 总裁副总裁 几乎都是来源于中共铁军这支队伍 而且不止如此 离职的也是相当的可怕 就是你们知道 今天互联网的半壁江山 几乎你会发现都跟阿里巴巴有关系 而且都跟阿里巴巴销售铁军 这里的团队有很大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滴滴打车的老板陈维 就是来源于阿里的中共铁军 滴滴的投资人王刚 来源于中共铁军 美团的干家伟 来源于中共铁军 五八同城的总裁 好像也是来源于阿里铁军 今日投交的总裁副总裁 全是来源于阿里的中共铁军 然后就连赶集网的陈国桓 当时出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当陈国桓还在阿里上班的时候 当他有了一个思想 说最近想创业 就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样 就走漏风生了 然后当时立刻就有个资本跑来找到他 兄弟 这样子 我是什么我的资本 你如果想要创业 请一定带上我 陈国桓说 我只是有个想法而已 我还不知道要干什么 然后资本告诉他说 无论你要做什么项目 都请带上我 我一定给你投钱 因为我只投人 不投项目 只要你愿意干 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然后当时说 好吧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当陈国桓真的想要创业的时候 这边资本刷立刻 三千万打了他的账户 已经投给你了 请一定要带上我 看到没有 这就是阿里巴巴的魅力 这就是阿里巴巴 中共铁军的魅力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阿里的铁军如此的强手 如此的受到全中国互联网界的欢迎 对吧 那肯定是一套伟大的秘密在里面 那么这个秘密在哪里 当我们把这本书读完之后 你就大概能了解 其实秘密在哪里了 当然了 这本书不可能把铁军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技巧 所有的运作方式全部写完 但是他已经给大家构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全局的一个雏形 如果你有物性的话 你听完了 你应该也能运用的很好 当然了 如果有机会 我们也可以走进阿里巴巴销售铁军的这个品牌课来去继续深造 到底怎么做自己的销售铁军 OK 那么我们正式就现在进入到这本书 什么是销售铁军 为什么阿里的销售铁军这么厉害 为什么阿里巴巴的销售铁军出来之后 都是整个互联网的半壁江山 他们到底厉害在哪里 我们翻开这本书就能看到 阿里之所以能够打造这部分的铁军 不是有多么伟大的秘密 而是在于有一整套的体系 就这个体系是人人都可以复制的 就是你们不要以为成功不能复制 对 成功虽然很难复制 但一定有轨迹可循 而且一旦当一家公司形成一套体系的时候 就算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复制 我们也可以做到复制家创新 我们依然也可以把公司运作的很好 对吧 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们公司目前的销售团队就在运用销售铁军制里面 所有的绩效和所有的体系 然后业绩已经开始在不断的上涨 不断的上涨 那么怎么样才能打造一支销售铁军呢 这个这本书中告诉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 如果你想打造一支销售铁军 那么必须要统一他们的价值观 什么叫做统一价值观呢 就是如果你不太了解企业文化是什么 价值观是什么 我建议你可以在我们666数回的平台中搜索一本书叫做机制大权 看第七集 我专门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做了一个充分的讲解 你就明白价值观的威力 就是那绝对不是放在墙上贴的一个标语金字而已 那价值观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首先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叫贺老师 贺学友 他就说了 阿里之所以能有强大的铁军 是完全是来自于对规则的坚守 所有超强的执行力 都是来自于对规则的坚守 都是来自于不能碰那个高压线 什么叫做不能碰那个高压线呢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阿里巴巴价值观中 有一条叫做诚信 就是对同事诚信 尤其是工作上的事 对同事诚信 对客户也要诚信 如果在公司中的一些事 你做了一些欺骗 那么你就是碰到了高压线 立刻开除 想都不想 犹豫都不犹豫 无论这个人是谁 只要触碰到了公司的高压线 立刻开除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之前呢 有一个区域经理 他当时报销打车费 一百块钱 说是去拜访客户了 结果后来被发现 根本就没有去拜访客户 他骗了人 就这一百块钱 仅此而已 立刻就做了件事 开除 二话没有 直接开除 对 不讲任何原因 不讲任何理由 只要你犯了规则 就一定开除 你再比如说 当阿里巴巴刚开始 做阿里的网页的时候 不是要求很多老板 把他的产品放在网上去卖吗 对吧 当时呢 有一个员工 就跑去找到了一个房地产老板 说老板 把你们的房子挂在我们网上卖吧 然后呢 当时这件事情 被这个员工的高管知道了 立刻就说了一句话 说 你把这一单退掉 这个钱咋不能赚 为什么呀 高管说 很简单呀 卖房子跟卖别的产品不太一样 我们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度的适应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的产品挂在我们的网上 可以卖向全世界 可是卖房子这件事情 却不太一样 对吧 而且 以我们现在的体系根本也做不到 最关键的是 卖房子几乎都是卖在周边的房子 你想在一二十年前嘛 对吧 炒房还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 如果你收了他的钱 就是等于骗了这个客户 所以 无论怎么样 哪怕你能赚钱 都请不要收这个客户的钱 你看 这就是原则 这就是底线 再举个例子 我们说一件更厉害的事 阿里巴巴 前CEO 魏哲 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CEO 做了一件事 当时呢 因为 全年的业绩并不是很好 一边呢 业绩压力很大 一边呢 这个资本 在BR里要做出好的业绩 对吧 所以当时魏哲就做了一些事 想了 也是为公司赚钱 就把这个阿里巴巴的官方的主页 找了几个地方 打广告 然后呢 又这个收了很多老板的钱 把本来这个不该放在网上卖的东西也放了上去 确实当时为阿里巴巴盈利了好多亿 大概有十几个亿吧 但是这件事情被马董知道之后 立刻就做了这件事情 CEO有什么了不起的 开除 因为你违背了底线 违背了这个高压线 违背了对规则的坚守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阿里巴巴 他能够打造铁军的最大的前提 那就是要统一价值观 要坚守底线 不能碰高压线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如果你不这么做呢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公司有一个人做业绩非常好 但是他做业绩都是不择手段 虽然他让你公司赚到钱了 请问这样的人能不能留 不能留 为什么不能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公司有100号业绩员 有三五个业绩做的非常好 而且每一次都是不择手段 赚了很多的钱 那请问 非常老实的员工 非常遵守公司价值观的员工 看到之后会怎么想 哎呀 我努力半天还比不上人家忽悠 就是对不对 反正大家都是骗 你骗我也骗 不如大家一起骗 于是我也开始忽悠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是 你公司一定会被搞得乌烟涨气 对吧 没有一个认认真真 为客户着想的销售员 都是一些会忽悠的业务员 那请问 你公司能做大吗 你公司根本都不能做大 所以阿里巴巴把公司的员工 无论你是什么岗位 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你有多少年限 他把岗位分成五种 哪五种呢 第一种是狗 第二种是野狗 第三种是小白兔 第四种是牛 第五种是明星 那么这五种有什么区别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什么是狗 狗就是既没有业务能力 价值观又不好的 请问这种人怎么办 杀 对吧 第二种叫做野狗 来各位 什么是野狗 野狗就是业绩能力非常好 但是不遵守价值观的人 就是特别能做业绩 就像我们很多公司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老板很发愁呀 我到底要不要开除他呢 我如果开除他 完了 他一个人做了我们公司一半的业绩 业务能力很强 我如果开除他的话 这业绩就没有了 我如果不开除他吗 又经常会给我们公司搞来很多不好的事情 有客户投诉 有客户报警 所以特别艰难 怎么办 所以在阿里野狗 无论你的业绩有多好 开除 不讲任何原因 不讲任何理由 价值平分体系特别低 也开除 就这么简单 第三种 小白兔 什么是小白兔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你的团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业务能力超级不突出 但是价值观特别的好 也特别的听话 做事态度也非常的好 什么都很好 请问这种人怎么办 阿里说 如果你公司在小的时候 你可以去培养培养小白兔 给他一次机会 如果他的能力能够成长 那就把他留下来 如果不能够成长 那就把他开除 如果你公司做的很大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你连培养都不要培养 是小白兔 直接砍掉 OK 那么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是野狗的危害大 还是小白兔对公司的危害大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 野狗的危害最大 对吗 但其实不是的 当年马云跟史玉柱 进行过一场谈话 然后他们一起探讨了公司这五种员工 他们一直在辩论 说到底是野狗对于公司的危害大 还是对小白兔对公司的危害最大 他们两个大佬最后碰出了一个最多的答案 都说小白兔对公司的危害最大 我觉得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 为什么 他们给出答案是这样子的 小白兔繁殖很快 而且影响力很大 很快就渗入到了公司的情况 而野狗却不一样 野狗大家人人都能很清楚的看到它 它是个坏蛋 对吧 它是个坏人 所以界限很清楚 开了就把它开了 大家也会跟它保持好界限 对吗 但是小白兔不一样 小白兔繁殖又快 而且渗透力越强 而且它的这种影响力是慢慢的 就会扶持一个人的精神 扶持一个人的态度 扶持一个人的干劲 就是它既然是小白兔 它只有态度 没有业绩 一定是有出问题 所以小白兔的危害对于公司是最大的 咱们可以讲到这里 我想跟大家 你敢打造一支强有力的战斗力的军队吗 无论是销售还是营销 还是你的各种吧 不管是什么 那你想打造吗 如果你想打造的话 那么你就要需要问问你自己个问题 你公司谁是狗 谁是野狗 谁是小白兔 对吧 还有第四种 谁是牛 第五种 谁是明星 刚才我们讲到了前三个几乎都是要开除的 对吗 那么还有两种 就是牛 牛是什么呢 就代表了70%的普通员工 就是这个价值观也不错 然后呢 业绩也还不错 但是你说多突出 也没有太突出 那什么是明星呢 明星就是价值观又好 能力又强的人 这就是明星 OK 在这里啊 阿里把这几种人化作了一个比例 叫做271比例 什么是2 什么是7 什么是1 1指 像狗 野狗 小白兔 这三种类型的 是1 这10%的人是一定要开除的 那何为7 大部分的普通稍微优秀一点的员工 是那70%的人 是7 2 2就是明星 是最好的 公司价值观又最正确 能力又最强的人 他说 当你确立20%的明星 确立 确立70%的牛之后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要砍掉那10% OK 这就是阿里巴巴对于统一价值观的一个前提 这也是打造销售铁边的一个前提 叫做无规则不成方圆 对吧 所以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于阿里在选人和用人上有独特的不一样的想法 那么讲到这里啊 我就跟大家接下来讲阿里巴巴是如何选人的 如何用人的 我们先讲个大概 刚才首先第一个说了 无论你是什么人 价值观第一是一定要通过的 对吧 那么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 我们大部分的公司在招人的时候 在招聘的时候都会招什么样的人 招的人有可能都不对 同意吗 所以在阿里经常有一句账的话 他说 选择大于努力 就是你既然想打造一支这么强的团队 那么这个团队是怎么出来的 当然除了经营以外 比经营更重要的就是选择 就是你训练一只猪上树 你不如直接选择一只猴子 对吗 你看猴子爬树多快 同一波 所以 那么你们是怎么选人的 OK 大部分的公司呀 会说 那我们公司选人一定会选一些 这个 呃 有经验的 然后呢 有业绩能力的 包括有知识丰富的 而且很快就拿到结果的 对吗 这是我们大部分公司的选人标准 但是阿里巴巴说 当然 这些很重要 但是同时 我们还重视另外一个 是什么呢 阿里说 他们在招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 冰山理论 何为冰山 就是露出海平面的 叫冰 叫海平面之上的冰山 和隐藏在海平面下面的冰山 那么 当我们在招人的时候 大部分只能看到海平面上面的一些消息 对吧 比如说这个人的知识 这个人的技能 这个人的经验 何时我能拿到结果 但是往往忽视了海平面下面的一些特质 比如说是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人的品质 这个人的个性 这个人的价值观 这个人的内驱力 就是否有企图心 这个人做事的态度如何 他们一开始啊 做销售 也喜欢招一些不用凶炼的 曾经在市场中已经被训练好的 拿来直接能够用的人 对吧 他们发现 这些人虽然一开始确实能给公司来结果 但是他们的结果往往都有上限 而如果他们去到大学啊 或者是某些地方 招聘了一批 这个非常小白的一些员工 进来之后呢 虽然可能没有能力 没有经验 不能立刻拿到结果 但是他们有非常高尚的品质 有很好的个性 有很强的企图心 工作态度又非常好 最后 只要培训两个月到三个月 甚至以上 你会发现 这些小白员工 慢慢的表现 都比之前的那些员工表现得好 而且经常获得冠军 第二名 第三名 特别的正常 碾压那些当年只看能力 却忽视品质的这些员工 就这么简单 所以那么这是阿里巴巴招人的冰商理论 那么做销售又重视哪几个特质呢 就是他们总结了这么多年 给大家分享一个 如果你公司也在做销售 那么哪些员工的特质 它是做销售的一把手呢 在这里阿里巴巴发明了 北斗七星理论 何谓北斗七星 第一个就是 它需要有诚信的特质 对吧 不骗人 尤其是对客户 不忽悠客户 第二 言出必行 就说话算数 第三 喜欢干销售 如果你不喜欢 你培养它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 就是要性 就是有强烈的启毒心 大家都知道 做销售很难 如果一个人 没有强烈的启毒心 根本是做不了销售的 因为天天被客户拒绝 早晚就把他的信心锁磨灭了 那么下一个叫做开放 热情 然后学会的技能又很多 又很会说话 下一个 第六个叫做又猛又持久 第七个叫做要有悟性 我们可以拿着这个北斗七星图来去对照一下 就是什么业务员才是你最值得培养的业务员 就是符合这七条 对吧 他是不是诚信 他严心一致吗 他的 他喜欢干销售吗 他有要性 有启毒心吗 他够开放吗 他又门又持久吗 他又悟性吗 对吧 只要符合这七条 那一定是 绝对是 第一名的销售员 绝对是一把好手 OK 那么 同时 你换一种形式也是一样的 包括做技术也是一样的 你可能把从喜欢干销售 换成喜欢做技术 对吧 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好吧 所以这就是阿里巴巴的选人和招人机制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要想打造铁军的前提是什么 招人用人 招人比经营人更重要 那招什么样的人 三个标准 第一个 坚守原则 维护价值观的人 不忽悠的人 第二个 就是注重冰山上 和冰山下 同时的能力和特质的人 第三个 符合北斗七星 这七大特质的人 那么OK 如果你按照这个标准来去做的话 那么我相信 即使你还没有开始训练 即使你还没有开始讲销售的策略 那么你已经成功一半了 因为人对了 什么都对了 人不对 接下来所有的问题都不对 OK 这是第一个 成为销售铁军的第一部分 那么这是我们进入打造销售铁军的第二部分 打造销售铁军的第二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要想把销售做好 它不是个人 它是整个一个团队 那么作为公司 作为领导 应该做什么呢 那么很简单 第二个叫做销售管理流程 要把它做出来 销售是有一定的管理和流程的 就是所有的公司今天之所以业绩不好 一定是你的管理出问题 当然了 是在你知道怎么样盈利的情况下 还如果不能盈利的话 那一定是管理的问题 那么管理销售流程管些什么呢 就三个 数目标 抓过程 拿结果 就这三个 数目标 抓过程 拿结果 很多人听完之后 没有感觉 那么我再问你 你们有没有发现 大部分的公司是什么样子的 你也可以问问你自己 你的公司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大部分的公司 目标会数 对吗 没错吧 结果很会像下水药 天天问下水 出单了没有 业绩怎么样了 工作完成了没有 但是我问你 你有抓过程吗 对吗 你光给他定了目标 就让他自己去完成 那如果过程不抓的话 怎么样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呢 没有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佛系管理 就是定了完一个目标之后走了 甩手掌柜 到下班的时候再问他 你的结果有没有完成 怎么可能会有人完成呢 不可能完成 对吗 完成一定是极个别的 极少数的 那怎么样才能完成呢 那就是这三个条件当中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 抓过程 很简单 你过程没有抓 他怎么可能会有好的结果 所以在华为当中经常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包括阿里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当过程被严格控制之后 结果是必然的 所以他们可以把这句话再换一下 换成什么呢 叫做数目标 抓过程 呈现结果 就是当目标定好了之后 如果定的很正确 那么过程抓住 控制的很死 那么结果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拿 你也根本不需要需要 那抓什么样的过程呢 阿里巴巴的管理老师曾经这样讲过 他说管理是一封细活 不开玩笑 成功并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粗粗绿绿就成功的 全都是细活 你能干的比别人更细 你能做的比别人更精 那么你就成功了 细到什么程度呢 我给你们先给一个概念 先给一个概念 我问你们个问题 你们觉得私人开的商店 跟连锁便利店的区别在哪里 私人开的餐饮 跟连锁餐饮区别在于哪里 开小公司的老板 没有学过系统管理的老板 做的企业跟大公司 都区别又在于哪里 你们告诉我 在哪里 对 在于管理 我们可以看一看 你却可以认真地做对比一下 不是连锁的便利店 跟连锁的便利店 区别有多大呢 区别就在于细节 对吧 你进到一个私人的便利店 可能灯光也不是很好看 摆的吃喝 也不是很完善 也不是很归类 而且摆的品种 也不是很多 对吗 但是你到了连锁的便利店 你会发现 无论是灯光 还是装修 还是服务员的态度 还是里面产品的摆设 还有物种 还有干净程度 都无法跟私人 都远远超过私人商店 你看这就是管理的细节 也就是说 便利店 它能够成为连锁的便利店 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同样大的面积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你可以细细的问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再去观察那些餐厅 对吧 私人当老板 当主厨的老板 这个餐厅 他开出来的饭店 跟连锁餐厅又有什么区别 当你走到连锁餐厅 你会发现 厨师戴的是白帽子的 对吧 还甚至戴了一个口罩 对吗 还戴了一个 这个一次性手套 对吗 不管是服务 还是干净程度 还是明亮程度 那完全碾压私人的餐厅 私人餐厅呢 口罩也不戴 是吧 然后边炒菜 还边打个喷嚏 打个喷嚏 还咳嗽两下 是不是 也不戴口罩 然后也不戴帽子 这个吃的饭菜里还掉头发 对吧 餐厅也不是很干净 然后灯光一口昏暗 你看这就是区别 全都是细节的区别 那么销售也是一样 管理管理 要又管又理 不是只管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不会理 我们大部分的老板和公司 是只会管 不会理 那么我们详细来抛解一下 理什么呢 管什么呢 他说 首先第一个 你如果想要打造一支 非常有战斗力的销售团队 你必须先做一些理的东西 叫做先理好局面 哪些局面呢 第一个 建立客户资源 股票机制 第二个 建立客户资源 转化资产管理手段 第三个 建立企业对销售团队 有效拜访的评估依据 第四个 建立客户冲突的有效管理机制 第五个 建立制度系统化 数据化的客户管理系统 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 你们听完就明白了 人家成功真的是有原因的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 建立客户资源保护机制 对于做公司做销售的企业来说 有客户资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同意吗 那么谁来去服务客户呢 对吧 为什么要建立客户资源保护机制呢 因为我们都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叫铁打的银盘 流水的冰 对吧 岗位一直在 但冰换了一波又一波 那请问 如果你不建立客户资源的保护机制 那这些冰把客户都带走了 请问怎么办 是不是你公司的损失 对吗 那绝对是你公司的损失呀 所以你一定要建立一个资源保护机制 冰走 客户不能走 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建立客户资源转化资产管理手段 就是怎么样才能把客户资源转化成一种资产管理的方式呢 对 客户资源给到你了 你就要把客户资源当做成一种资产 只不过还没有变现的资产 那这些资产是需要很好的管理的 那怎么管理呢 他说要写客户记录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普通公司在做业务的时候 公司给他发了大批量的名单 让你去联系客户 对吗 打一个挂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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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这个客户真的把100个客户联系完了 但联系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完全没有影响 对吗 我举个例子 在之前我们又学阿里销售之前 我们公司也是这样子的 公司好不容易弄到的这个名单 客户来源 发给下面的销售团队去打电话 去做销售 他们也很努力 也很认真 但是当我们公司后来 有多增加了一项附加值的时候 做活动的时候 我说来各位兄弟们 把之前非常犹豫的客户 再拿出来打一遍 对吧 告诉他们 我们又新增加了一份大礼 看他们在不在买单 还要不要买单 其实我们销售团队的人都傻了 为什么 因为没了 这些客户找不到了 全都找不到了 我说那客户在哪里 都在微信里 那微信找 他说我已经不知道这客户叫啥了 即使我知道他是我的客户 我也不记得上次聊啥了 对吧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没有做客户记录 阿里巴巴说 从我们做销售那天开始起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后来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一定要做客户记录 做什么记录呢 第一个 当你做客户记录的时候 你要把客户的情况全都记好 客户叫什么名字 多大了 电话号码是多少 性别是男是女 对吧 做什么职业的 公司年产值有多少 他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跟他今天聊天 聊了多少话题 通通写的清清楚楚 没接电话就写标记 没接电话 接电话不感兴趣的就标记 接电话不感兴趣 接电话很感兴趣 却没有买单的 也要告诉他 也要标记清楚 为什么没有买单 我感觉应该怎么怎么样 要写超过50个字以上到100个字 就写的清清楚楚 那写完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便于接下来第二次跟踪 对吧 第二 当公司有什么大理 和有什么好处的时候 或者是需要升级的时候 马上就能找到这些潜在的客户 就能够立刻升级 对吗 你看 这就是做客户记录的第一个好处 那第二好处是什么呢 第二个好处就是 还是那句话 铁打的硬盘 流水的冰 对吗 那么 你给A 张三 你给张三给了100个客户名单 张三全部打完了 他也知道哪些客户是准客户 哪些客户是不准的客户 哪些客户是游易客户 结果张三离职了 把名单交给了李四 请问 李四 知道这些客户是什么情况吗 完全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做了合理的客户记录 张三离职之后 把客户记录全都交到李四手里 李四一看客户记录说 这100个名单 有50个是压根不感兴趣的 有20个有有欲欲的 对吧 还有30个感兴趣的 对吧 这30个里面的其中有一些是嫌客户 嫌产品价格贵的 有一些是怕没有效的 等等的一些 一看 一目了然 然后马上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去做了 避免一地鸡毛 各位兄弟姐妹们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写这个客户记录 对吧 看到第三个了 第三个叫做建立企业对销售团队有效拜访的评估依据 那核心来源于什么呢 还是来源于客户记录 就是我们都知道销售员在去做销售的时候 他去单独面对客户 你是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的 对吗 那么请问你作为销售团队的领导 你要做什么 你是不是要帮助纠置你的下属 到底哪里做的好 哪里做的不好 哪里做的对 哪里做的错 哪里还可以在经济 那你辅导他的唯一来源是什么 就是客户记录 你有客户记录 来我看看 今天拜访哪些客户 12345 看着都聊的些什么 翻着看一下 是吧 你发现 这个客户有问题 聊的不对 是吧 这个 明明人家可能是这个需求 但是你理解错了 马上做出跟证 马上做出 这个引导 告诉他 你这哪里错 哪里错了 对不对 你看 这就是客户记录的第三个好处 也是必须要做的 建立企业对销售团队有效拜访的评估依据 哪些才是真正有效的 拜访客户 哪些是无效的 分得很清楚 好了 做到这里之后 该做第四步了 叫做建立客户冲突的有效管理机制 什么意思 我们一想把团队做大 我都说过了 除了管理外 还有理 那么我想问你 如果你公司的张三 去拜访了一个客户 这个对吧 李四也去拜访了客户 他们是同一个客户 最后被李四成交了 请问 这个客户到底是算张三的 还是要算李四呢 你会说 那肯定算李四的 因为李四收到了钱 但是张三也会说 没有我之前的铺垫 李四凭什么能收到钱 是不是 我本来总要跟踪他第二次 结果被李四截走先弄了 太可恶了 我就是不服 那遇到这样的办法怎么办呢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看聊天客户的记录 那么通过看客户记录 你就会发现 原来张三只是小小的聊了一下 而张四聊了很多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肯定是张四的客户 对吧 如果是张三聊了很多 然后张四 李四 然后只是去收割了一下 结果你发现 那肯定是属于张三的客户 所以这是第一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 就是互联网的办法 肯定就是有一套复杂的系统 是可以锁定粉丝的 锁定客户的 把它锁在后台的 OK 这个你们自己去打造就可以了 那么第五个是什么呢 第五个叫做建立制度系统化 数据化的客户管理系统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每一家公司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大的话 你一定要做一个系统 叫做CRM客户管理系统 就是这个客户管理系统非常的强大 你把任何客户的所有资料和来源 全部输入进去 第一个 他会帮你长期保留 第二个 他会给你做数据统计和分析 分析业绩 分析来源 分析各种情况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公司有一个销售部门 作业绩 它的客户来源 主要分为几种 第一种 来源于我们的短视频的引流 第二种 是来源于我们投广告的广告商 第三种 来自于我们66数 会后台感兴趣的客户 OK了 那么你把这三种客户的情况 全部输入进去之后 最终转化率是多少 立刻就能分析很多 到底是打广告的转化率高 还是后台的 感兴趣的客户转化率高 还是从短视频的转化率高 对吗 然后你一分析 原来是短视频的转化率高 那么你肯定就会加大对短视频的投入 和短视频精力 时间 金钱的投入 那么会给你公司带来更高的效益 对吗 那么如果没有客户系统 没有数据分析 怎么才能分析出来呢 你分析不出来 对吗 再比如说 你的公司的业务员也是一样 那谁的成交能力强 谁的成交能力不强 也需要通过数据分析 你看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五个 就是要建立制度系统化 数据化的客户管理系统 CRM OK 当你把这五件事做完 你才是把做铁军的管理中的礼 给解决 这个不是业务员能干的 这个只有你作为领导来去做的事情 帮他们打造了这个局之后 然后接下来才应该是业务员 需要努力付出行动的时候 接下来就该到管的部分了 那管要管什么呢 监督什么 检查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定目标 如何定目标 如果你只是说 哎呀目标 这还不好定 随便报个数字 感觉自己能完成就可以了 我是完成一万也好 还是十万也好 还是一百万也好 我按照我的感觉去走吗 其实不对 尤其是在带团队定目标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大部分的公司在定目标的时候 都失去了理智 这个一热血 一激情 一鼓励 结果呢 纷纷都像搞拍卖会一样 问了 说张三你定几个目标 张三说我定五单 李四你定几单 他五单 我六单 旁边一个人说 我七单 我八单 我九单 我十单 就后面他不管他能不能完成了 首先在气质上不能输 对不对 你看搞得跟拍卖会一样 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 那么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非理智情况下定投目标 最后的结果就是 干了十天半个月 你发现 理应目标完成的可能性太小了 太秒了了 以至于你早早放弃 你就开始不会朝着目标去奋斗了 因为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对吧 大大降低士气 那怎么样的目标才是合理的目标呢 第一个就是 第一 一定是根据之前的数据化来定 就是比如说张三明明他平均只能完成五单 你定目标可以 可以稍微高一点点 定个七单或八单 是吧 如果你说你要定个十单十五单 那怎么可能 完全不可能 对吧 所以说目标一定要根据之前的数据来分析 对吧 是按百分比低增 还是互联网公司的翻倍低增 但一定有一个前提 是大家真的觉得有可能完成 并且可以做到稍微有一点点突破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定目标也讲究什么呢 讲究 没有达成 就不要定新的目标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定了 这个一百万的业绩 对吧 结果没有完成 只完成了八十万 还是二十万 到了下个月又要重新定目标的时候 可能因为人手不一样 各个方面不一样 然后大家就会说我们再定个 一百二十万的目标吧 或者是九十万的目标吧 不管定多少万 阿里的习惯就是 这个目标如果没完成 我们就继续下个月 一定要完成这个目标 因为这是一种信念 这是一种习惯 这是一种完成目标的习惯 如果你这个目标没完成 就去定下一个目标 那么给到人的感觉就是 我在翻越这个山头 我翻了半天没翻过去 我又换下一个山头翻 结果翻了半天又没有翻过去 结果我又换个山头翻 九二九十你会发现 一整年下来 你每个月的某个目标都没有实现 那么会造成你的心理和信念上 巨大的失落 对吧 即使你公司也有一点业绩 他说定目标一定要 这一期要完成 下期要完成 对吧 这下期还完成 下下期必须完成 死都要把这个目标攻克下来 就一定要定这个目标 让大家一点一点建立信赖 这是第二这是定目标的第二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 何为真正的目标 就是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心中都有目标 对吧 无论是我们墙上 我们的氛围 对吧 无论是手机屏幕 无论是干任何地方 走到哪里 打开手机看时间 我靠 今天还有两单没出 是吧 这个来到公司 白板上写着 今天我们还有几单没出 对吧 就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你 今天你还有目标 是吧 你还有目标 没完成 就这种感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才是真正的定目标 这是我们领导 做销售团队应该做的事情 OK 这是第一个定目标 第二是什么呢 叫做要有把控 领导其实还应该干的事情 就是要学会检查业务员 那为什么要检查业务员呢 那很简单吧 因为人性都有惰性 不是每人都是超级勤快的 有些人当然很努力 起动性很强 但不是每一个人起动性都非常强 一定有偷懒的人 所以那要怎么办呢 要把控业务员的工作情况 而把控业务员的工作情况又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 每天都要检查 检查他的行动量 他到底拜访了几个客户 他打了多少个电话 要检查他 有没有写客户记录 要检查他跟客户到底有没有用心的沟通和了解 这叫严格把控他的过程 第二个叫做 要用心了解你的下属 你的业务员 他属于什么成长阶段了 要不要帮助他成长一下 如果他不会聊客户 应该怎么办 你要帮着他 来 我来告诉你 这个客户画像到底属于哪种画像 以这种经验看来 他应该是一个准客户 要告诉他 对吗 第二 你有没有关注同行 有些客户买了同行的产品 其实也会买我们的产品 第三 对不对 我们的买单人通常都是哪几种类型的人 才是我们的潜在客户 你要帮助他成长 用心了解他 第四 要帮他做出判断 判断客户的ABC的等级的重要程度 或者是有钱的程度 什么是红苹果 什么是青苹果 什么是烂苹果 对吧 要帮助他纠正错误 这是你作为经理 作为领导层应该做的事情 这才叫合理的把控 你的下属才能够成长 否则 佛系 目标扔给他 过程我也不抓 他聊了一个客户死了一个 聊了客户又死了一个 如果你不改善他的方法 他就是聊一百个客户 也会死一百个客户 没有任何成长 OK 这是第二 这就是要把控基层业务员 第三个是什么 管理的管 除了定目标和把控 还有第三个 叫做 讲诚 何为讲诚 这本书也是我看到最有感觉的句话 叫做 新软和散漫 是团队业绩的天敌 我再说一遍 新软和散漫 是团队业绩的天敌 你可以问问你自己 你是一个心肌上软的人吗 如果你心软 你不适合戴团 辞不长兵 你团队的人散漫吗 纪律强吗 散漫和蓝散 是团队业绩的天敌 所以你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 定好明确的讲诚机制 完成的应该怎么讲 完成的应该怎么罚 该罚的时候 要不要手下留情 第二个 问问自己 你是那个心思手软的吗 如果你不是 恭喜你 你可以作为总教官 如果你是 不好意思 你要找一个 能够下狠手的人 来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 我们做销售团队的 要学会一句话 作为领导 应该 严于律节 也要严于待人 不是宽以待人 是要严格待人 没有办法 要不然你出不了结果 出不了业绩 所以这就是管的这三大点 那OK 讲到这里 我们回顾一下 管理管理到底管哪些东西 首先管理有一个流程 叫做数目标 抓过程 要结果 那么这三个里面 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过程最重要 对吗 那过程怎么来去定呢 第一个就是理 要把销售的局面给理出来 第二个叫做管 要定期 明白 要抓住 每一个业务员行动的过程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做好销售流程之后 我们要进入第三大板块了 叫做什么 叫做销售的管理方法 其实很简单 阿里巴巴说 除了你公司要做一些定期的销售技巧培训以外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做经理和业务员之间的辅导 那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就16个字 就把所有的方法简化成16个字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如果我是业务员 我应该做 你说 我听 你做 我看 反过来 如果我是你的上司是经理 那么我就要做的是 你说 我听 你做 我看 对吧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学习的过程 对吧 只要你的团队中有个别业绩能力非常好的人 那么剩下所有的人都应该向这个人学习 反过来 这个业绩能力非常好的人 也要反过来去指导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心循环 当你有了这种良心循环的时候 你放心 你的团队业绩一定会很好 对吧 这就是这个销售管理的方法 OK 那下一个叫做销售培训体系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销售铁军的第三大板块 什么叫做培训体系呢 培训应该做些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要以为销售培训只培训销售技巧 那不是的 那太简单了 培训技巧很多 比如说问什么二选一的问题 问客户yes的问题 学什么说服力十大步骤 了解客户的需求及渴望 这些只是其中的一种 他说 真正我们领导应该要做的 除了这些销售技巧以外 还有一些别的体系 比如说什么呢 要学会制定销售策略 要培训大家 怎么要通过策略和战术的方式 来把客户拿下 而不只是单纯的销售的技巧的关系 你看比如说 要制定什么样的销售策略 首先第一个 客户源头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是吧 你是否要把客户的所有的信息 了解程度 统统记录下来 第二个 有效沟通 你跟客户有产生有效沟通吗 是不痛不痒 还是没有找到客户的需求呢 第三个 销售策划方案 就是你们发现 不一样的行业 不一样的人 他买这个产品的需求点都不一样 那么你是不是要提前把这些方案和需求点都提前挪列出来 给公司的员工培训呢 第四个 叫做产品价值 OK 我们大部分的伙伴只会说产品有多好 好跟价值完全是两码事 对吧 那么第五个叫做客户的抗拒点 请问客户在买你公司产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反对意见呢 比如说什么太贵了 比如说竞争对手的比你的更好 比如说 有没有效果 那这个你要不要提前做好话术 让你的公司伙伴知道呢 你看 这就叫做制定销售策略 而不只是单纯的只有销售技巧 对吧 所以你有没有制定呢 如果你又能制定的话 那么太棒了 恭喜你 基本上你的员工 你的团队已经超级的有战斗力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第一个 你选人和招人的时候有这么的正确 第二个 销售的流程 数目标 抓过程 拿结果 又做的这么好 又做的这么精细 理的理完了 管都管了 那么第三个 你的培训体系 策略 又这么清楚 是吧 让你的员工又清清楚楚 那么你觉得 你的团队会不会有战斗力呢 太有战斗力了 但是不要着急 还有第四点 叫做早会和晚会 开会特别重要 好多领导都是会开会的人 好多团队也是因为开好会 才有好团队 你们认可吗 那么阿里巴巴是怎么开会的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要有早会和晚会 早会是干什么的呢 第一个早会 打鸡血 鸡血是一定要打的 对吧 因为销售这个行业 跟别的行业不太一样 因为销售的行业 一天会碰到好几个客户 甚至是几十个客户 被很多个客户拒绝 这失路感是很强的 说一定要打鸡血 第二个叫做列计划 每天都要有个人目标 从月目标分解到 中目标分解到日目标 是每天都要让他贯彻目标的 第三 叫做做指导 怎么做指导呢 就是 每个人 如果做的好的 那么做的不好的 都可以互相的学习一下 是吧 甚至你可以出面 来帮助他们 哪些人做的不好 跟他们分享一下小的技巧 你比如说 我公司现在销售部 就是每天早上 开早会的时候 都会给到下面的小伙伴 平均每天 每人都会有一次 分享一个小知识点的 一个这样的过程 大家都在一起学习 那么除了早会以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晚会 晚会做什么呢 第一个叫做倒垃圾 你想大家奋斗了一天 特别的辛苦 特别的累 是不是啊 甚至有了客户拒绝他 甚至有的客户骂他 全都是负面情绪 那么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大家开个会 是不是啊 来今天有没有受到 这个客户的欺负呀 有没有受到客户的谩骂呀 没有关系 安抚安抚 对不对 你也可以发泄发泄 把所有的不满和情绪 发泄出去 保证晚上可以在家 睡一个好觉 对吧 第二点就做 补充养分 分享建议 来谁出蛋了 谁今天结果比较好 站在台上 我们分享分享 热烈掌声鼓励一下 啪啪啪 这个掌声一鼓 然后他就上去了 这个分享的人 特别有成就感 是不是 觉得一天的努力 没有白费 同时呢 分享他 为什么出蛋了诀窍之后 那么紧接着 台下没有做到的人 做得不如他的人 也可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同意吗 OK 第三个 我们可以看到他 经历了什么挫折 经历了什么困难 终于把客户拿下了 这个精神 我们也非常值得学习的 同意吗 所以这就是第二个 叫做补充养分 分享建议 那么第三是什么呢 叫做拔尖扶贫 那当然了这个并不是一定非要在晚会来去做的 而是你私下默默的要学会在团队在开会的时候要去表扬一些东西 就是越好的人其实越值得表扬 我不开玩笑 就是做得越好的人 越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和肯定 所以在表扬他们的时候就等于拔了尖 但同时不要忘了扶贫 这就是你晚会做的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叫做互帮互助 相互鼓励 就是在对于阿里巴巴说什么才是最好的团建 你们知道吗 就很多公司都会理解团建 是一起去吃个烧烤 一起去洗个脚 一起去K个歌 一起去海边转一转 去农家乐玩一天 这就是团建吗 不是 阿里巴巴一部伙伴跟我讲 他说在阿里亚最好的团建是 一起扛过枪 一起打过仗 一起定过目标 一起实现目标 当所有人精力完成之后 实现目标之后 我们回想之前 我们所克服的一些困难 我们所谓的战胜目标 所采取的一些行动 我们一起互帮互助 所进行的一些局面 想想都是眼泪 太幸福了 太感动了 大家就像亲人一样 对吧 你知道为什么 在部队里战友情的感情特别深吗 那真的是 一起定目标 一起参加一场战役 一起扛过枪 一起 克服困难 就这种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呼的 所以 在此当中 产生的一些互帮互助 和相互鼓励 那么你想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OK 对吗 那么讲到现在 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 阿里铁军 是到底怎么做的 当然 这本书不能够把所有的铁军的详细的东西 全部记录全面 但是 他已经把整个阿里铁军的一个雏形 告诉了大家 对吧 第一大板块 选人招人 第二大板块 管理销售流程 第三大板块是销售培训体系 第四大板块叫做早会晚会 你看 请问 他们用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也能用得上呢 完全可以 我相信可以 这就是 去阿里巴巴的时候 经常别人给我讲的一句话 他说 来阿里巴巴学习 不是学方法 不是学技巧 其实学的是一套体系 你应该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销售体系 OK 那么讲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也要把这本书买回去好好地看一下 因为真的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真的是让你这个特别惊讶 成功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既是一种精神 也是一种管理思想 那么今天我们的销售铁军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么我希望你可以通过这本书而收获满满 也希望你的团队和你的公司业绩会越来越好 感谢大家 我是一发老师 我们下期与大家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